当文明坠入地底时 生存是否还有希望 核污染在地表肆虐 人类社会崩塌瓦解 残存的移民躲入地底 他们是前文明最后的活种 在缺少资源的地下 生存变得极为困难 没有阳光的世界里 欺骗 谋杀 分裂 都会无可避免地发生 没有规则的世界里 人性的丑恶会不会被无限地放大 文明又是否存续 地表上 末日浮光脚派肆意行走 追查生灵 人类的皮囊下 是狂热混乱 无法交流的灵魂 未能来到地下的移民 成为了流浪者 他们在地表搜刮财富 利益之上 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 保留良知的军方残佈 仍保留着最后一片营地 他们知晓移民的存在 静候着文明 乘返地表 玩家们围坐在熔炉旁 愿熬过这个领冬 留存文明的余火 末世之下 谁将赚取最大的礼仪 谁将生存到最后 无论是昂首挺胸 还是苟延残喘 这是一部 由所有玩家 共同写旧的文明史诗 而故事 即将开始 第一天 阴冷潮湿的地下 迎来新的居民 移民们点燃手中的火把 第一次打量起 这个陌生的地下世界 虽然队伍来自AB 不同的区域 但他们都知晓融入的存在 于是他们默契地 将文家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负责物资的收集 另一部分组成先前队 向核心区进发 那里是地下世界的心脏 由GodDream负责主要维护 贫瘠的地底 食物是困住所有人的难题 为解决这一情况 移民自发组织起来 渡过难关 在A区 蘑菇 这一朴素而坚韧的食物来源 团结起移民的信仰 君主教派由此成立 教徒们祈祷着 表达着他们 对食物迫切的渴望 B区 则在更高的组织度下 成立了赤色圣黑联盟 在领袖圣黑的带领下 他们颁布了宪法和刑法 确立了产品的分配制度 实行按需分配 公共管理 以民主的方式 维持着组织的运转 他们在告示牌上 明确了自己的纲领和目标 第一次在地底 挥舞起文明的旗帜 两区的先遣队 同时向熔炉区进发 A区建设铁路线 B区建设了 更加取巧的水路运输 最终 他们在核心区 完成了回事 看到了看到了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哎呀大会合大会合 A区先遣队 在核心区住下 见到其他移民 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 自发成立了红岸基地 在不见天日的地底 移民们仍保留了 对星空的向往 Imo经投票选举后 成为了A区的第一任领袖 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资源 实物的极度匮乏 迫使地下 拍出前往地表的巡路人 探险队的勇士们 首次踏上地面 寻所闻明的出路 他们的装备如此简陋 他们的武器 拼拼凑凑 但为了文明 也为了更多同伴的未来 他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废墟中 他们遭遇了 抢劫 第一日的探索 为地下取得了重要物资 线 骨粉 及大量种子 食物终于有了稳定的来源 地表的探索不是浇油 三名勇士 永远地留在了地上 他们的事迹 写在纸上 他们的精神 留在所有人的心中 在君主教派的祷告声中 玩家们熬过了第一天 文明在篝火的亮光下 舔尸伤口 但危机 依旧潜伏在身侧的阴影中 第二天 B区和红岸基地的铁路 正式开通 军方引导难民进入避难所 君主教会在短暂的接待后 将刚刚涌入地底的第一批难民 送往红岸基地驻扎修正 在B区 圣黑在礼堂进行一次演讲 对死去的探险队成员脱帽致力 并讨论了组织的政策与发展方向 今天非常的悲痛 我们这两天 我们都因为各种英战斗检员 辞去了很多 我们对他致敬 感谢他对B区所有劳动 一切的致敬 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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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也想说 还是庆祝一下 因为我们 那个 他长出来了 现在有两只小鸡 我很开心 我们这边座椅中间 我们还有个出租车 所以就非常好 好了上回 圣黑激发了大家的斗志 但食物危机 并未完全解除 给这吃到好吗 第一天被带下的线 做成了鱼干 种子也开始生长 漆黑的蘑菇屋里 菌株正在疯狂生长 可依然难以满足需要 当供小于求的时候 产品的价格就会飙升 Zika就趁机囤积了大量的食物 并在核心区斗手 面对大买办 大资本家 B区圣黑成员 希望从物理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与A区的谈判后 密谋起了一个刺杀计划 刺杀计划顺理实施 可刚刚迎来共识的双方 却因为一场突发事件 关系突然恶化 A区领袖 及部分探险队成员 在返回的途中 铁路被人为破坏 遭遇了一场岩浆刺杀 A区成员认为这是一场 B区发动的斩首行动 AB两区间的气氛 陡然凝重 正在这时 B区玩家BEC6524 在A区盗窃被发现 两区之间的矛盾 似乎将要引爆 为避免不必要的争斗 双方派出代表 在共同建设的核心区 进行谈判 因为各自立场不同 谈判中不尽人意 双方矛盾激化 谈判宣告失败 B区组织神花角派 因为县基地被发现 迁徙到达边界 更多移民加入沟火小镇 历史独居 封闭自己 没有人想发起侵略 雷若的移民聚落 经不住更大的冲突 为了地下更多人的生存 探索队不顾危险 再一次来到了地表 余敏与军方沟通 帮助军方修复电台 用生命完成了军方一系列任务 终于军队与外界 再次取得联系 帮助地下人民 抵御浮光脚派的威胁 今晚又有三名队员 牺牲在地表 第二天的弟弟 在紧绷的冷战中度过 文明内部的矛盾 似乎比外底来得更早一些 但严苛的环境 提醒所有人保持克制 第三天 紧张的气氛尚未平息 意外发生 怪物和流浪者 袭击了弟弟的熔炉 圣K率领十几名战士 支援核心区 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为国战争打响路 一番激战后击退袭击 但圣K也站死在熔炉旁 圣K死后 所有人都向这位 伟大的领袖致敬 肯定他为文明存续的 伟大付出 沙匹和军军子 成为币区的新领导者 接过了圣K的担子 厄运接踵而至 被通缉的盗窃犯 Beck6524 趁币区内部混乱 偷袭了玩家 Kumpaku Yundi 这无疑出了币区的眉头 币区的两位新领袖 联手完成了审判 乌楼偏锋连夜雨 刚刚稳定下来的玩家们 被另一则死亡信息震动 红岸领袖M 被AB区人员联手自杀 至此 红岸名存失望 由于双方领袖 在同一天的突然死亡 前一天的谈判结果 不再走效 核心区一片混乱 A区部分移民 对混乱局面 失去信心 部分玩家撤离核心区 搬往边界的新家 希望在那里远离纷争 建立新的秩序 正当玩家势力 分崩离析的时候 各方势力纷纷担起了责任 站了出来 君主教派 赤色圣黑联盟 红岸基地 篝火小镇 探索者小队 神挖角 在整个地理世界各地表态 我们呼吁地理是一家 任何企图分裂者都会被通缉 我们渴望团结 各方势力签订合约 地区向H玩家提供了物资援助 但地下的混乱余波 依然影响了探索者小队 原定队长在投票中失利 未能选入地表 在情报不利 只会失误的情况下 小队与军方产生误会 不要打 不要打 自己人 自己人 一名玩家因洗劫军营 惨遭处决 临时队长 Let Feather 被一只不讲武德的小白 偷袭致死 MX QVQ 接过指挥 但本就松散 负伤的队伍 又遭遇邪教徒追击 为了掩护队员撤离 MX QVQ 牺牲在与邪教徒的搏斗中 这一次探索任务遭遇空前的损失 六名队员未能回到地下 地区的墓园 又多了几朵新的花朵 本次探索成功带回一面旗帜 诺西升起旗帜 建立了第一个横跨两个大区的权威组织 灯塔 这座熔炉旁的灯塔 欲击穿黑暗 照亮文明前行的路 狂风呼啸过后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文明 似乎又躲过一劫 第四天 消除隔阂的各方组织 都将自己的驻地搬入核心区 他们在核心区集中资源 完善装备 修筑防御 设立孙管小队 做好一切可能的战备工作 然后 红岸基地的领袖 最后的守望者 沙莫伊德 遭遇库里帕刺杀 不幸离世 红岸解体 终局 如期而至 末日浮光教派 发现了熔炉的漏洞 使熔炉过载 地上的教徒 与流浪者势力 将对地下发起总攻 管家们立兵莫马 对明天的决战充满信心 地上派出流浪者代表Zoom 与地下组织领导层进行谈判 要求地下 臣服于流浪者组织 并且上缴大量的食物 作为之前摩擦的赔款 地下组织代表拒绝条件 谈判破裂 战争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娃教 仅存一人 篝火小镇 石不存一 红岸基地 全员牺牲 君主教派 半数牺牲 灯塔联合体战士 全员阵亡 击杀教主后 人们发现教主携带的熔炉图纸 人民有了两条出路 经过投票 大家拒绝守在熔炉旁 瑟瑟发抖 而是离开黑暗的地下 在废土中寻找新的光芒 寻找属于所有人的一片净土 正如开头所问 五天的时间里 短暂的文明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生存而不是死亡 和平而不是战争 团结而不是分裂 文明而不是野蛮 A区玩家建立红暗基地时所说 这里是他们 前往新世界的起点 正如叶文杰 被软禁在红暗基地时所想 他的心 已经飘向了遥远的星河 又正如刘慈欣 写到红暗基地时所言 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